再来关心花莲市犬猫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回注射活动 8月开跑 市长为家业是特别前往到国心理活动中心 关心狂犬病疫苗注射巡回服务的办理情形 而市长呼吁四主 为了家人以及毛小孩的健康 请尽快带家中的宠物到就近的个礼办公处来施打疫苗 花莲市犬猫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回注射活动 在8月份开跑 不少四主一大早就带着毛宝贝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接受疫苗注射 市长为家业特别前往关心狂犬病疫苗注射的情形 他也呼吁四主要定期为毛小孩注射疫苗 确保家人和宠物的健康 我们花莲市的狂犬病疫苗宠物开始注射了 也请我们所有市民请代家中的爱狗 都可以到我们个里的活动中心去办理 那我们是从8月8号一直到8月30号 在个里的活动中心以及我们个联合里的一个活动中心 举行办理 那大概是从早上的8点45就开始做一个登记 一直到中午的11点 那也请你家中的爱犬都一定要来注射我们狂犬病疫苗 那在这边也会着收140元 以及我们办理我们花莲县政府 我们动植物防疫所的一个晶片的一个登记 也请我们所有的市主务必要带一下我们身份证 那来这边做一个登记 那再次的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市主 那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爱犬 也保护我们其他人 谢谢大家 花莲市公所也邀请到专业的受医师为民众服务 并且提醒市主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猫咪打最常用的是三合一的疫苗 它预防三种传染病 一个是猫温 另外两种是鼻气管炎 都是病毒的传染病 它会造成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 对在预防这些疾病 那尤其是猫温的死亡率很高 我们建议每年要打 那狗狗的预防症的话 我们今天有带的是八合一跟十合一的疫苗 也就是它一针里面可以预防八种病 或者是十种病的差别 那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小型狗 尤其是抱在怀里或养在室内的狗 它打八合一就够了 但是会放到室外去玩的这些 跟其他狗接触的情况下的话 就打到十合一 就预防的种类会多一点 那你是每年要打吗 每年打一次 华联市公所表示 各里接续有14个场次的疫苗接种服务 也欢迎四组可以到 华联市公所的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专页 或者是官方的line来查询 介络会华联市报道